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以使用 说明你身体里蕴含着一部分神力 这也是你与普通凡人不一样的地方 一定是因为娘亲她是神族 让我有了一半的神族血统 才会拥有神力 神族天生拥有神力 而炼气 可以让人体和天地融合 炼气 可以使气实化 以气化形 又可以进一步激发你体内的神力 二者相辅相成 现在 你找一下自己的心眼 等掌握了炼气 则可以真正操控混沌之火 所以 你每日让我挨打 到原意师父那边打铁 都是为了炼气 没错 你把手给我 我度一些神力给你 你试着操控一下皱纹 你试着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可以啊 师父 嗯 你终于来了 老爷爷 您知道我会来 坐吧 老爷爷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您 您认识我的母亲 星月胡吗 她曾经 也是神族的济师 老爷爷 老爷爷 不敢啊 你之前肯定听到了 鬼木管我叫老师 而你的母亲星月胡 也算是我的学生吧 她和我一样 修炼的 是空世界的神力 而且她是我 见过最有天赋的学生 是整个神界最善良的神 但是 二十年前的一别 我再也没有见过 杨青和老爷爷 应该不只是这么简单的关系 我的母亲曾经告诉过我 神族的济师 都能洞穿未来之变数 所以她早早地就在人间 制造了阿狗的存在 老爷爷 您曾经也是神族的济师 所以您带我来到这里 也是跟您看到的未来有关 不愧是王四五刚啊 那您就是这 天色太晚了 明天的训练对你来说 一点都不轻松 早点回去休息吧 你 阿狗 他死不了 先是把人打得不省人事 又给人疗伤 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这是神族的训练方式 要变强的唯一途径 可是阿狗是人 他不像你们有神灵护体 只要这样下去本是没学到 人就死了 等他醒了 记得温养 那些神族不知道打的什么主意 不行 我们好不容易从矿场里逃出来 绝对不能死在这里 把阿狼还给我 你是想走吗 对 好 那我送你一程 阿哥 阿哥